哈囉 各位安安 我是魚丸 今天早上我在那邊看經典賽 日本打墨西哥真的是太精彩了 峰迴路轉 我不知道大家有沒有在看棒球啦 但我推薦大家有看棒球的 請一定要去看一下那個回放 真的非常精彩啊 絕無人場 回歸正題 今天我們要繼續來講 2023年LCK春季賽的相關數據喔 昨天我們是講隊伍的部分 有興趣的可以點右上角資訊欄 去看一下我昨天講的 那今天我們要講選手的部分喔 明天LCK的季陸賽就要開始了 所以今天我拚命的把他趕出來了 也稍微做了一些選手的圖 詳細的圖表我應該會放在FB啦 那有興趣的朋友可以再去看 希望大家會喜歡 我們就直接開始吧 一開始我們先來看上路的部分喔 King以7次MVP排在第一 多蘭跟嘟嘟也有5次 反而是咒獅子拿到2次MVP 看來是隊友太強啦 上路選手平均都大概用了10隻左右的英雄 其中Resco竟然用了17隻英雄 非常的多 角色值真的很深 那咒獅也使用了13隻 King也使用了13隻 那接下來我們來看場軍的部分喔 我們先從KDA開始看嘛 擊殺的部分呢 咒獅以3顆頭拿下第一名的位置 死亡數呢 King則以1.5次排在最少 助攻的部分 多蘭5.7拿到最高 那有這個成績呢 其實也不用太意外啦 因為咒獅本來就是一個攻擊性比較強 King也是非常穩定的玩家 他比較不會腦衝啊 那麼多蘭的部分呢 他比較像一個助攻位 他很少當作隊伍的箭頭 所以他的擊殺數相對的少也是蠻合理的 整個看下來呢 KDA King以4.1排在第一喔 最差的我覺得 也蠻意想不到的啦 竟然是Resco哥1.6次 他今年真的是打得非常慘淡喔 他連死亡數啊都排在墊底 接下來是擊殺參與率的部分 這個指標呢 其實我一直沒有把它放在心上啊 雖然說你跟上路要分推啊 還是各路的支援啊 可能都會看到擊殺參與率嘛 不過擊殺參與率落隊是容易比較高的喔 那是為什麼呢 因為落隊通常以抱團為主 你的選手沒辦法有個人的突破 假設我是個上路 我的中下野一直在打架 一直單殺掉別人 那我的擊殺參與率是不是自然而然的就會降低了 當然也不是說強隊擊殺參與率一定會低啦 只是這個指標呢 我覺得大家不要放在心上 這邊Resco哥的58%就列在最高喔 那麼宙斯的49%排在倒數第二 也就驗證了我剛剛所說嘛 接下來我們來看守殺的部分 King以21%的守殺率排在第一喔 以上來講非常的高喔 那宙斯跟多蘭也有19%排在後面 這邊有趣的是Resco的18%守殺率 其實在後段班來說算是比較高的一個數字 被守殺率的部分呢 博多以9%排在最低 那麼宙斯跟King呢 以差距很小排在後面 接下來我們來看要傷害 他就是指說你的輸出在團隊裡面的佔比是多少 那King以24%排在第一 其實各大上路也幾乎都有20%以上的水準啦 死亡比呢 King以19%排在最低 多蘭的24%呢 則是墊底 我覺得就有一點多了啦 不過考慮到他的戰術地位 那其實也沒辦法 精準上的部分我們先跳過我們來看吃兵 每個上路都有分中數乘8的吃兵水準 分軍金錢 宙斯以426排在第一 他的輸出啊553同樣也排在第一 我們這邊看完我們回頭來看金轉商 金轉商的意思就是你一塊錢可以輸出多少啊 那宙斯他的轉化率非常的高喔 130% 第二呢 則是多蘭 他也算是吃草極奶的選手 最差的則是摩根了104% 那跟宙斯相比竟然差到26% 你們就能看出上路的差距有多大 乘傷呢 就是他承受傷害啊 那Rexco有867 這個指標在上路就是你坦克玩的越多數字就會越高啊 視野分數的部分宙斯有1點 這是非常難得可貴的 他在保證自己的壓制力同時 他的視野也有顧及好 場均10分鐘的數據 King在金錢差 銀線率 KDA跟KDA差 4個指標上 都拿到第一喔 這是非常誇張的數字 前段班的Kana跟宙斯的數據也蠻好的 值得注意的是多蘭的數據喔 在前10分鐘 能看得出他前級很常為團隊做犧牲 或者你也可以說他打線打的不好 然後我們來看六角圖喔 這個是我自己做的 原本我看PET有人轉發海外網上面的圖 本來有點懶是想要直接用的啦 但我覺得他那個圖做的不太直觀 就那個項目有點太多了 所以我決定還是自己做 希望大家會喜歡 我簡單講一下這個圖怎麼看 紅色的部分是選手的資料 那中間那一圈呢 比較小圈的藍色部分 是這個路線整個聯盟的平均值 所以呢你看到有藍色的部分 代表他那個項目比較缺乏 那有紅色的部分代表他那個項目比較突出喔 好那我們就來看 咒師各項數據啊 都是超過平均值的 而且可以說是遠遠的超過 目前LCK第一上路是沒有爭議的 多蘭的圖呢其實也蠻漂亮的 只是他的角色值比較少 不過實質我覺得也算是夠用了啦 那麼KING他紅色的部分也是非常的大片喔 只是他的金轉傷啊低於平均值 卡納則是在KDA跟金轉傷上面比較突出 而他的角色值是在聯盟中倒數第二 KING這季就蠻可惜的了 他每一項數值啊都低於平均 銀線率只有38%啊 你要說這是個第五名隊伍的上路 跟前四名的上路也差太多了 在紀錄賽想必會相當難打 不過多我覺得他的數據還比KING好一點 只是他的銀線率也不是很理想啊 甚至更低了只有32% 其他人的數據就有好有壞啊 那其中摩根的數據應該是LCK本季最差的上路了 下一個我們來講打野位 MVP部分 Owner拿下10次位列第一 Peanut跟Canon也拿到7次 KDA的部分 擊殺數呢 Owner以3顆頭排在第一 克子的死亡數呢 只有1.7次排在第一 Peanut則充分的展現他工具人的屬性 以7.2次的助攻排在第一 然後這三項數據最低的都是DRX的打野 整個算下來 Canon以4.9的KDA排在第一 Owner跟克子則以4.8排在第二 Quoco則以非常懸殊的1.7排在墊底 接下來我們來看首殺 這對於打野是非常重要的指標 Owner以51%排在第一 那最低的Quoco只有17% 一來一回就差了30幾% 那最少被首殺的則是Canon的3% 然後他的首殺率有45% 能看得出來他在進攻的同時也能確保自己不被制裁 傷害比的部分打野普遍落在15%上下 死亡比呢也大概是22%上下 不過Peanut的25%看起來是有一點過高了 金轉商我們一樣先跳過喔 吃兵對於打野來說不是很重要就不講 分均金錢最高的是Owner的356 最低則是Quoco的295 那輸出最高的也是Owner 332點 有趣的是Quoco竟然以325點排在前三 那我們回頭來看金轉商 打野普遍不會太高大概落在90%上下 那而Quoco非常神奇的有110%的金轉商比 原因也很簡單 因為他沒有什麼在發育 乘數傷害只有一個人突破1000點 就是Young Jay 視野分數則是克莉德以2.1排在第一 接下來是場均前10分鐘的數據 這對於打野來說非常的重要 Owner以181的金錢插排在第一 遠遠的甩開其他人 第二的Canon也只有95 銀線率最高的則是克什的65% 最差的則是九漢的33% 最後KDA這邊我一度以為我算錯了 因為克什的數據非常的高 比起其他人高過太多了 他的前10分鐘KDA竟然來到9.6 KDA差更是有8.0 這是什麼概念 他的前10分鐘能贏對方超過8個人頭 整個看下來根本就沒有人看得到他的車尾燈 然後我們來看六角圖 這樣看下來我覺得Owner是LCK第一打野 應該爭議不大啦 不過Canon也以非常好的數值排在第二 Peanut呢 他的KDA比較低啊 問題還是在於他的前期啊 前期容易送嘛 所以他的前10分鐘KDA略低 克什則是在這麼前段的隊伍 他的首殺率居然只有30% 他的分均輸出也是蠻低的 可莉的 Wieler 我覺得這三個都是中規中矩 剩下的四位都沒有一項超過平均 接下來我們來看中路由於數據實在太多了 所以等一下比較不重要的數據呢 我就完全不點了 MVP部分 Closer雖然拿到10次排在第一 但是他的數據都不是太好 等等我們會細講 那Showmaker跟Chovy也有拿到8次 Faker則是拿到7次 KDA部分 Chovy以3.6的擊殺排在第一 死亡數呢BDD的1.4則是最低的 助攻也是Chovy以5.6排在第一 所以啦他的KDA理所當然的嘛 以6.1排在第一 至於Faker的KDA只有4.3 甚至僅排在第4 不過Faker在手殺這部分就做得很好 他有23%的手殺率 而且他的被手殺率也控制在5% 也就是第二名的位置 那手殺部分看起來第二名是Zekka Zekka也不只是前期做得好 他後期的輸出也是做得非常到位 他的團隊輸出比來到28% 同時他也能把他的死亡比控制在20%以下 Fiesta是墊底隊伍的中路嘛 他有23%的死亡比我覺得不意外 不過Faker作為一個第一名的隊伍有22%的死亡比 我覺得稍微高了一點 不過他的輸出比還是有27%啦 我們也能看出Chovy的能力有多好 他的死亡比遠遠低於Faker 只有16% 接下來我們來看分均 吃兵呢Faker平均每分鐘只會吃8.3隻兵 是墊底的 那麼最高則是Zekka的9.4 而不是Chovy 不過他也有第二啦 那雖然Chovy的吃兵不是最高 但他的金錢獲得量是最高的 去年表現不錯的FET 金錢獲得量呢 則是最低 輸出部分Chovy每分鐘可以打到640點啊 Faker也不遑多讓打到632點 這邊就很有趣囉 BDD作為一個第三名隊伍的中路 他的分均輸出只有474點 這邊也能反映在他的精轉傷上面 最高的是Faker 158%啊 簡直是突破天際了 而BDD只有119% 相差接近40% 視野分數 Chovy則以1.5排在最高 這也就是為什麼他能安穩站在中路的原因 前10分鐘呢Faker則以150的金錢差排在第一 場均前10分鐘的數據呢 Faker各項都排在前三喔 BDD也都排在前三 其中Faker的金錢差為第一 銀線率第一則是Chovy KDA跟KDA差呢 則是BDD排在第一 哇塞那BDD你前面優勢這麼大 結果輸出打這麼低是怎麼樣 接下來我們來看六角圖 前面上路跟打野都是T1的選手明顯比較大圈 但是中路的部分呢 很明顯Chovy是排在第一的 他在這6項數據有4項排在第一 另外2項也都有前三 而Faker的角色池跟KDA僅排在第四 雖然另外4項也排在前三 但只有精轉傷排在第一 那BDD就像我剛剛講的 他的輸出能力真的是堪憂 分軍輸出跟精轉傷竟然排在墊底 這也導致說他的圖看起來就像是被颱風吹掉的雨傘 Showmaker則保持了一貫的水準 各項數據都在平均以上 Zeka也是相當不錯 值得注意的是KDF的中路 我不知道怎麼練啦 我就叫他豆哥哥 他身為後段班隊伍的中路 卻有一個三角形的數據 另外的4個則都落在平均值以內 都不是很理想 況且他還是打進季後賽的隊伍 我就問他對上上面5個能有多少勝算 接下來我們來講到ADC MVP部分 Viper以8次位列第一 新人配置跟Amy也有拿到6次 Gumayushi只能只拿到3次 有趣的是Dark蛋是除了輔助位以外喔 另外4路 唯一一個沒有拿過MVP的人 KDA的部分配置以7.9的擊殺排在第一 這對於一個新人AD來說非常不容易 而且他的死亡數也控制在很低的1.6 死亡數最少的則是Amy的1.2 Gumayushi則以5.3次助攻排在第一 我都快搞不懂這季T1的ADC到底是誰了 那整個算下來呢 Amy則以5.6的KDA排在第一 而去年表現非常好的Dark蛋只有2.3 首殺率的部分 Devd以38%排在第一 這蠻高的喔 那配置也有35% 能看出這兩個AD在打線上是非常的強勁 哇塞而且配置的被首殺率是0%啊 代表他前期非常的穩定 這邊我們看聯賽前4名的選手 Gumayushi的被首殺率有12%是相對的比較高的 另外3個人都在5%以下 這個可能就要稍作注意 輸出戰比 Viper則以29%排在第一 畢竟他是對上的大腿嘛 那Gumayushi只有25%也很合理 因為他們對上每一個人都能C Amy跟Devd也是29%非常高 不過死亡比的部分 Viper的15%就非常的低囉 吃兵則有3個人能突破分中數成10大關 第一名是Army的10.2 第二是Devd跟Pez的10 不過分軍金錢則是Gumayushi的464%排在第一 輸出的部分 哇Devd每分鐘可以打664點的傷害 那本季的Dark蛋呢 每分鐘只能打493點 少得整整快170點 成商呢Dark蛋作為一個ADC 居然470排在第一啊 就能看出他吸引Paw的能力有多強 場均前10分鐘的數據 Gumayushi前10分鐘平均每場可以贏339元 遠遠大於第二名的Devd 那Dark蛋前10分鐘則會穩定落後342 銀線率Gumayushi以70%排在第一 第二名Devd 68% 前10分鐘KDA則是Pez的4.6排在第一 KDAX則是Gumayushi以2.5排在第一 那麼這邊有氣的來了 Dark蛋的KDAX竟然來到-8 他到底是多容易抱現啊 從六角圖來看 第一AD我會頒給Devd 他除了分軍金錢稍微低一點之外 另外5項指標都在前2 Gumayushi也不遑多讓啦 只是他的精轉傷稍微低了一些 Pez作為一個新人AD 只有技術稍微有點亂流 他後面都打得非常好 他另外5個攻擊指標都非常的讚喔 阿米其實也不錯 不過他的精轉傷也太低了吧 Viper的角色池則是電敵 那是因為他本季幾乎是以 傑利、法洛斯、凱特林為主 不過作為一個強力AD 他的銀線率只有44% 是有點偏低了 不過他在後期輸出方面可以說是非常的好 Envy則是中規中矩 後面的4位雖然都各有突出的點 不過整體來看都是低於平均的 最後來到輔助的部分 Keria以13次MVP 遠遠甩掉其他人 第二名的李漢斯也只有5次 而且不愧是科研大王 他的英雄使用來到17隻 同時看到KDA的部分 他是擊殺數最多的輔助 死亡數也在前三 助攻數也在前三 KDA6.9來到第一 擊殺殘忍率則是Keria的81%排在第一 而且他的首殺率48% 背首殺率5%都是第一 能看出他本季表現非常好 這兩項數據的第二則是Kel的36%跟6% 他本季也算是打得相當好 輸出戰比Keria的11%竟然不是最高的 而是KDAF的Gin12% 哇這邊有趣的 死亡比最低的竟然是電敵隊伍的Peter 僅有16% 而最高的是李漢斯的26% 那麼分軍金錢跟分軍輸出呢 在Keria本季選那些角色之下 理所當然的兩項都是最高的 視野分數則是KDAF的Gin以3.7排在第一 這部分大家應該都知道落後方的視野分數會稍微高一點 那T1一直以來都是領先方 所以他的視野分數不會太高 場軍前十分鐘的數據Keria的金錢差、銀線率跟KDA都排在第一名 KDA差也來到第二 值得關注的是LSB的Kel 他的四項數據也都在前三 以一個第六名的隊伍來說是非常好 最後我們來看這個六角圖 Keria囊括的上半片的江山 前四項都是第一 雖然他的Gin12%參與率跟視野分數比較低 但是也都有在平均之上 Daylight則是每一項都在平均值之上 也表現得非常好 李漢斯作為第三名隊伍的輔助 他的數據相對是比較差了 第四名的Kelan 數據也是相當的不錯 那Live則是比李漢斯更慘 他的每一項數據都在平均值以下 這個或許會是寒華季度賽的隱憂 LSB的Kel 從剛剛的數據也能看出他這季表現得非常好 只有KDA稍微低過平均 其他都是大幅超越平均 如果把ID遮起來不看 我還以為他是第一名戰隊的輔助 另外五名輔助都各有優缺 只是大多數據都在平均之下 值得注意的是Burial本來就知道他是一個練習量比較少 然後用大腦在玩遊戲的選手嘛 不過我還真沒想到除了他引以為傲的角色之外 其他數據竟然那麼慘 OK以上就是2023LCK春季賽選手相關的數據啦 本來我還想帶大家看一下各隊的BP還有各個選手都在玩什麼 只是礙於篇幅啦 還有時間的關係 明天肌肉賽就要打了 所以我覺得也不用再做了 未來有機會的話再出來跟大家分享 昨天隊伍數據分享各位的反應還不錯 所以未來應該會作為一個系列慢慢的更新下去 目前暫定LPL跟LCK是一定會做的啦 PCS或歐美賽區我只要再思考一下 之後會在社群開個投票 如果投票人數夠多的話我就會做啦 再次感謝各位的支持 如果喜歡我的頻道呢 請訂閱按讚分享 以支持我產出更多英雄聯盟的數據內容 偶爾會參雜一些棒球數據 或者是我實況精華 還有生活相關的有趣事件 還有廠商大大們 如果可以的話請多多支持 那我是魚丸 我們就下次見啦 掰掰